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個話題 那就是在車禍當下 你必須要做的三件事情 跟你必須避免的三件事情 那會想開這個話題 就是前陣子我發生的車禍 然後最近這個車禍事故 其實處理還算蠻順利的 那期望後面可以這樣處理完它 就是把它完結掉 然後之後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的處理 那首先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三件必須要做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注意自身的安全 在車禍的當下 也許環境或是你自己的心理因素 或是外在的因素 都會讓你很混亂 撞車的當下你可能會受到驚嚇 然後外面的天氣可能也不好 可能是下雨 那環境可能也不大 可能車子很多 這邊可能是一個車輛很大的入口 那在發生車禍當下 你必須要維持自身的安全 第一個就是趕快打雙黃燈 並且離開車輛 然後報案 那在報案之前 你必須要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安全區域 除了打雙黃燈之外 你必須去拿你的反光板 到車子的後方去做一個警示 能離多遠就離多遠 不要放在車子後面很近的地方 會讓大家來不及閃避 或是來不及應對 那再來就是盡量拿出發光物 來讓大家注意到這邊有事故發生 不管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5Ride Pro 還是外面賣的一些警示燈等等的 那如果你有指揮棒的話 也可以拿在手上 增加自己的反光效果 識別度 那在建立好安全區域之後呢 第二個你必須要做的事情 就是趕快聯繫警察 打電話報警 因為呢 你必須要聯絡警察 你的保險公司 或是後續處理才會比較順利 他才會有一個第三方的公證人 在幫你做這個處理的動作 警察他是我們就是 保險公司啊 或是保險上認定的一個公證的處理單位 那在車禍處理上面 你也必須要找警察來處理 才是一個符合規定的 所以說你必須要趕快報案 如果有人受傷的話 就是先打119 那在這邊給一個觀念啊 就是119跟110他們其實是不相通的 所以說警察他們雖然會幫你轉報 但是如果有人受傷 因為他狀況很危急的話 你最好還是自己在撥打一次119 這樣子他們的派遣速度會更快 因為他們兩邊的指揮中心 是不相通的 警察只能幫你轉報過去 但是有時候這個轉報的時間會拉長 因為警察必須先派遣自己的交通隊 到現場處理事故 那再轉報給消防局 通知說這邊有人受傷了 所以說這一來一往 轉報時間可能會比你自己打電話 還要來的慢 如果你要爭取時效的話 最好就是110跟119都各打一次 然後先打119 那再來就是第三件你必須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關心對方的喪事 然後問一下他們受傷 然後看一下你們的車損怎麼樣 然後再來就是拍照 第三個就是必須要做這個動作 就是關心對方並且拍照存證 那做完這三件事情之後呢 基本上就是等警察來 然後處理現場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些就是你可以 比較好的處理一個車禍的一個 三個步驟跟順序 第一個就是建立你的安全區域 維護你自身的安全 那再來就是報警 然後通知救護車 那再來就是關心對方的傷勢 並且拍照 現場的狀況先拍照這樣子 那接著就是趕快去路邊避難了 等警察他們來處理 那接著呢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哪三個是你必須避免要做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待在車上 其實很多人認為說我的車很安全 撞的當下好像沒什麼事情 但是其實待在車上是一個很危險的舉動 因為呢 今天這個事故發生之後啊 你可能是造成車流的擁捨 那如果是在高速公路或是快速道路啊 可能還會造成惡事意外的發生 剛剛這個實在是母湯啊 那所以說發生事故之後 你必須在安全的前提下 趕快撤離到安全島或是到路邊去 做適當的等待 就是事故現場盡量讓它近空 那你建立一個安全區域之後啊 人就盡量遠離事故現場 到一個安全的區域去 這樣才是避免二次意外 或人員傷亡的一個妥善的處理方式 那再來第二個要避免方式就是 互相指責對方 因為事情發生之後啊 大家當下一定情緒都不好或是說被驚嚇到 如果說你一下子就是先指責對方的話 對方的火氣可能也會馬上上來 那這時候就會變成兩邊在這邊謾罵 在現場謾罵的情況 那你們在現場謾罵其實是無助於任何處理的 而且警察來到現場之後也會覺得很頭痛 也會覺得很煩 因為有時候警察他們可能已經處理了一整天的事故 對他們來講你們的事故可能是小事情 因為他們處理過那種非死即傷的大事故了 對你們這種還在路邊吵架的事故 他們看到的可能就是 警察自己都會火氣都上來 所以說盡量避免現場的指責跟謾罵 因為這也會造成你們後續調節的不愉快 或是調節上的一個戒弟啦 會讓你們處理這個事故之後 變得兩邊都會怎麼講 變得像仇人一樣 對 那再來就是避免現場先劃分責任 就是你們可能發生事故當下 可能你們已經通知警察 說保險公司也到路邊去 也沒有吵架 但是可能就是 你們可能在現場就已經開始在談說 這個你七我三 這個我一半你一半 或是說這個是你全責登任的 其實這個事情都要盡量避免 尤其是你有保險公司的情況下 那因為這個東西啊 有時候我們才會發現 台灣的交通規定或是一些判例啊 常常會跌破大家的眼鏡 所以說這種東西還是留給保險公司 或是警察們去處判會比較好 如果說你在現場跟他講說 你的責任可能是七我可能是三 那就判決出來可能是各一半的話 那對於你們兩邊來講 就有個落差就會吃虧 除非你們已經決定要私下和解 但是私下和解也是一個 比較不推薦的處理方式 因為如果有人受傷的話 私下和解會是一個比較不好的方式 這可能會影響到你們後續 的一個兩方的公平性 那在現場就是最好 就是等警察來處理劃線 那兩邊就是盡量不要去指責對方 也不要去做一個損害責任的評估 就是說你幾分我幾分這樣子 那這樣子呢才是一個比較好的處理 也會利於後續你們在談和解 或是談調解的時候 會一個比較好 比較圓滿的一個基準 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 這幾個我自己的一些小經驗 如果說你有什麼更好的理解 或是經驗的話 歡迎在底下跟大家交流一下 那如果說有什麼講錯地方 也歡迎大家就是提出來指證一下 其實這是應該說 這是我自己倒楣了幾次 所得出來的結論 因為畢竟我的工作性質 就是在那邊跑來跑去 很容易就是遭受這種狠禍 或是說 有時候甚至我自己不小心 也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像之前就是有一次我停車 不小心就是碰到別人的車子 那當然也是趕快聯絡警察 聯絡保險公司來 畢竟是自己不對嘛 那這個也是保險全陪對方 那其實你當下下車 不要去做一些不必要的指責 謾罵等等的好好跟對方談好 跟對方處理的話 其實後續的處理都會蠻順利的 像這一次的意外事故 因為我們下車雙方都還蠻理性 就是拍照的拍照 報案的報案 然後我就建立我的安全區 那後面就等警察來 同時保險公司 其實我們兩邊對這些事故 我們都是沒有什麼摩擦或是衝突的 那這也有利於就是後續的處理 就是可以讓事情趕快結束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發生事故之後 可能跟對方有些摩擦有些吵架 他這個事故他就拖了很久 因為對方被他弄一下情緒也起來了 然後脾氣也不好了 態度也不好了 就覺得說你怎麼這樣搞我 對方也會覺得說 你怎麼會這樣弄我 那兩邊就是互告傷害 過失傷害這樣子 這也是台灣車禍事故 蠻常見的一個狀況 就是兩邊到最後 真的不是賠償金 而是一口氣 那如果要避免這種狀況 讓事故處理得順利的話 這幾個步驟 或是這幾個小學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當然我知道有時候 遇到一些頂天的三寶 大家可能會 一時氣憤 這遊戲真的很難驗下去 但是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對方下車態度也還OK的話 那就是好好處理 盡量不要跟對方發生衝突 除非你看對方一下車 就是要跟你吵架的 那當然就是 只能吵下去了 好啦那這一次的影片 就分享到這邊喔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